政府總理張德江 率領工作組抵達溫州 先導有份接收商者的 溫州市第三人民醫院探望 被問到內地高鐵安全問題 張德江說有很多複雜的原因 不過就強調總體是安全的 他之後去到事故現場視察 指導調查和清理工作 而鐵道部就事故向死傷者和公眾自協 表示深刻的慰問 鐵道部又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搶救傷者 至於賠償問題暫時未開始 但就承諾一定會按照規定來處理 亞洲電視記者胡天能在浙江溫州報道 我們現在再和在意外現場的同事張建業談談 張建源 今天你談談現場最新的情況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就正在意外相升 現在我們知道 他習慣到民主佳未至乎公眾自協 已經是開閉uur 準備會馬來的賣入游 sava 到幾個月可以到先來做一個開閉 暫時再去做 我們現在會繼續留意最新的情況 三彈電視證賺到日本 謝謝張建業和溫州的同事 意外伤者分别送到附近的多间医院抢救 其中副总理张德江 巡视过的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接收了三十几个伤者 有民众就自发做志愿者 协助伤者家属 有死女逃生的伤者就说 短期内都不敢再坐高铁 由胡天行在浙江温州报道 在温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接收了35个伤者 其中三人伤重死亡 另外14个伤者留意 主要是脑部受伤和骨折 盆骨严重受伤的陈先生 星期六晚由浙南回到温州颈家 当时就是坐在D30一次列车的第二卡车厢 他形容当时列车正是减速埋站 在拿行李的时候就出事 整列车厢直插落桥 正好我在二号和三号车厢中间 我正好掉在那里 后来我掉下来的时候 正好周围的那些人就过来救人了 救人的时候 我说快点快点 我说朋友们 我说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后来有一个年轻人就过来了 过来把我拉 他拉不动 后来又一个人 过来一起把我拉出去 抬出去 抬出去放到边上 只掉下来的时候 我说我们只能是叫了 我说我自己 我说我们完蛋了完蛋了 只能是这样子叫 没有别的想法了 那时候就 坐同一班车的郭先生 又腿骨折 他当时站在第四卡的车门 不准备下车 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况 仍然又有余悔 不少当地民众自发做志愿者 刚刚高中毕业的小杰 就是其中一个 他希望帮到有需要的家属 作为温州人 作为新一代的 我们要帮点忙 就算不是很大的力气 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而且自己的有些朋友 也是这样子 所以还是觉得帮下忙 比较好 在意外发生之后 很多伤者的家属 仍然是未知他们亲人的下落 所以他们都在温州市内 这几间医院四出奔邦 医院方面都特别帮他们协调 记得他们亲人的下落 一有消息就立即通知他们 亚洲电视记者胡天宁在浙江 温州报道 为了应付大批的伤者 温州市的血腹存量一度是告急 不少的温州市民 赶到捐血站到捐血 又自发参与救援工作 旺吹芝说一下 事故发生无奈 温州市的捐血中心 已经出现长长的人龙 因应伤者众多 室内血腹曾经告急 呼吁市民捐血 二三百名的温州市民 通宵赶到捐血站 部分通往捐血站的路段 更加因此而大失车 亦安排流动的捐血车 方便市民捐血 除了在现场协助救援 过百名的省区军官 亦捐血救人 每一个人都耐心等候 为的只是想尽一分的勉力 有人甚至在捐血后 立刻赶到意外现场 帮手做乙工 由于当地天气炎热 有居民就自发煲解暑的饮品 分发给现场参与救援的官兵 到处都见证人间有情 亦一洗近年温州人 被指暴发原乎的形象 至于内地的社交网站 亦消息满天飞 不少人透过微博 寻找失踪亲友 失踪的人士 由几岁的小朋友 到大学生 甚至孕妇都有 网民帮手发照 贴上各种的联络方法 大家都只是希望 有人能够 为他们带来家人的好消息 亚洲电视记者黄徐智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率领的调查组 继续在温州了解今次的事件 他们下午就在一间酒店开会 记者胡天行现在就在那间酒店那里 天行相关的官员有没有出来交代事件 副总理张德江在召开完工作小组会议之后 就没有出来再见记者了 而大批海外和内地的传媒 今天下午就分别留守在市内的两间酒店 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方面 一直都有传召开新闻发布会 不过直至目前为止 这个新闻发布会都是没有召开的 所以我们暂时都无法掌握到 最新的死伤数字 和意外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 也引来大批传媒不满 我们会继续留意这里的最新情况 现在先将时间交回香港的新闻报 谢谢胡天行和温州的各位同事